周公确实他是集姚舜与他文武的大臣 是孔子心目当中最佩服的人 最敬仰的人 孔子真的想学周公啊 他是学到了 不过孔子周公在位他不在位 那今生确实学到了 把周公的德行传下来 他说假如有个人 他的德行才华像周公一样 可是有一点缺点 实教且令 这是假使 他有傲慢 吝啬 有小气 大家好懂 傲慢又小气 夫子说 其余者不作观言 这人不是真的是圣人 假的 那么在佛法里面讲 欲戒永安 色戒没有了 初禅以上啊 没有恶慢 他怎么没有的呢 他是定功戒 他若定 如果有傲慢 定就失掉了 定要清净些 要平等些 他才能得定 心有不平啊 就不能得定 我们念佛要知道 心有不平呢 得不到一心 甚至于严重的时候 功夫成片都做不到 那么换句话 就往生就没分了 这个字 只要我们细心 去观察 看自己 不容易看出来 能够看出自己的毛病 不是圣人 也是仙人 反复决定看不到 但是反复很容易看到别人的毛病 看到别人的毛病啊 能不能马上回过头来反省 我自己有没有 这就大手用 这就手叫 这叫什么 好学啊 孔子在世 有人对他赞叹 他听了之后 我告诉大家 他说我什么都没有啊 代行赶不上古人 学问赶不上古人 我知道东西不多 不比别人强啊 其实 他说可能有一桩四千 别人不如我的 那就是好学 那就是好学 可能这一点呢 我比别人强一点 除此之外 我什么都不行啊 有了丝毫傲傲慢的心 你怎样好学 也不会成就 所以这个是第一桩 我爱你 听怎么越是 我爱你 上岛的心